本土疫情大爆發 確診數連日破千 專家指出 Omicron病毒量最高落在前五天 第五天後 病毒量就會開始下降 不過目前許多清症患者 已經啟動居家照護 整理無配方要注意 營養師建議多補充高蛋白質 蛋豆魚肉類的非加工食品 每天可多攝取200到250大卡 而海鮮中的新跟C 可以降低體內發炎反應 但容易存放的泡麵罐頭或雜物少碰 吃多會阻礙代謝 如果想再增加抵抗力 可以從維他命B跟C下手 人體在應付緊急狀況的時候 需要一點維他命C B群對我們恢復可能有一點幫忙 雖然是清症 但生病在家是給你多休息 熬夜打電動追劇都是NG行為 尤其抽夜喝酒也要避免 你不要發燒的時候 你已經脫水來喝酒 不要說你有呼吸到症狀上 你還抽煙 這個都是早死的 停診確診居家照護也得隨時留意病況 早中晚睡前自我監測血氧 心跳跟體溫四次 如果出現呼吸困難 持續胸痛意識不清 或是嘴唇指甲床發青等 其他警訊就要趕緊求助送醫 居家照護自我得建立良好防護 才能早日擺脫病毒 借陽神裝備子採訪不到